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11月6號 跟大家所做的專業台股報告 提供大家最專業的解盤分析 希望對您的操作能夠有所幫助 也期待能夠跟您立起來 征服股海共創雙贏 好 那在今天全市場 很多人都在關注 關注美國的一個國會大選 俗稱的所謂的期中選舉 到底結果會怎麼樣 對股市會不會有影響 那台北股市今天也開平 因此做一個拉回 盤中一度跌了106點 收盤跌64點 收在9824的位置 那到底大盤在這地方 碰到了月線之後 開始出現一個震盪 後市會怎麼走 在談指數之前 今天一開始 我們還是先恭喜一下 我們的會員朋友 今天我們的快打當衝作戰 鎖定了兩檔股票 都是採取先賣後買的策略 今天都能夠成功的幫會員朋友 賺到今天的一個 當沖上班族的薪水 幫自己加薪起來 那第一檔股票是平蓋股裡頭 GIS夜城 那今天消息面利多頻傳之際 看到最近都說蘋果新機拉貨啦 前三季賺了6.9元 第四季營收還說 會繼續攀向今年的高峰 重點是當股價今天早盤 是一個開高拉上去 看似大單敲進買盤強勁的背後 發現有大戶在拉高出貨的跡象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早上的一個GIS夜城 如果把後面遮起來 有沒有看到早盤股價 開個高 哇好像大單在敲進 一飛要衝天上去了對不對 可是憲榮老師說不對喔 如果你有學過我的操盤級技術分析 你會發現這個背後 其實有大戶在拉高出貨的跡象 加上短線動能指標 這個地方出現了轉弱訊號出現 所以今天做當衝不是去追高 而是應該採取先賣後買的策略 所以這是在今天早上10點03分 我發出的通知 通知會員朋友 GIS夜城6456 短線技術面轉弱了 設價103.5到104.5之間 現股先賣 停損佔定在106.5 目標在99.5 那這個地方看到 這是今天10點03分發出的通知 10點03分的時候 股價在哪裡104塊 我們是建議103.5到104.5 來做一個賣出 那後來有成交大部分都是在103.5 所以我們今天均價 就在103.5的一個價位來做計算 那到了下半場 股價呢就逐步的一個震盪下來 收盤這地方如預期的翻黑 最後是收在今天的最低點 收在100塊的價位 那我們今天是在這個12點多的時候 1點多的時候呢通知大家 以這個當時市價101塊的價位 把它買回來 那換句話說 你說這樣能夠賺多少 早上103塊半賣的 今天101塊把它買回來 2塊半的價差 如果說你用100萬來做操作 你這地方做個10張 今天2塊半的價差 等於你光一檔GIS 當沖上班族就幫自己加薪了2萬多了 對不對那再來第二檔股票 在2454的聯發科 為什麼做聯發科 今天報紙有一則消息面的利多見報 說明年啃蘋果已經露出曙光了 就是說他現在聯發科 正在跟蘋果的高層接觸 有機會呢能夠去打入到 蘋果iPhone的供應鏈 而準備要一起來搶攻5G的商機 哇聽起來好大的利多 聯發科可以攻到 蘋果的一個供應鏈裡頭 可是呢如果說仔細研究 就會發現這個 這個可以說完全捕風捉影 才有一個影子 就在那邊大肆宣揚的時候 重點是觀察股價 早盤很多人看到利多 跳進去買 拉高上去的背後 看似搭單敲進 買盤強勁有沒有 我說又有大戶在拉高出貨了 來各位投資網再看一次 這今天的聯發科 是不是把後面遮起來的話 你會覺得 哇這早盤買盤很強耶 拉回來應該是要站在買方吧 可是我說不對 這個有大戶在拉高出貨的跡象 所以這地方加上短線動能指標 出現轉弱訊號 我們建議大家做當從 應該是要先賣後買 那這是今天10點20分的時候 發出的通知 當時聯發科技術面轉弱 233設價233到234之間 現股先賣 停損設在238.5 憲榮老師股票清清楚楚 要買要賣 還是價位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重點一定都先預設停損 嚴格控制好風險 這永遠是我操作的第一要務 對不對 好這10點20分發出的通知 有沒有10點21分的時候 股價在哪裡 233.5的價位 這地方我們是設價233到234元 那大部分成交今天回報 大概都在233元的價位 所以我們今天用233來做計算 到了下半場股價翻黑下來 最低跌到226 那我們是在市價229塊的時候 通知大家買回 所以說今天從233先賣 229把它買回來的話 總共4塊錢的價差 那你說這樣可以賺多少 如果說你用100萬來做操作 今天大概可以做個5張 5張的話 一張 一股是4塊錢 一張就4千塊 5張的話 今天當衝上班族 靠聯發科 又賺了2萬塊左右的薪水 又可以放進口袋裡來了 對不對 那你所要做的 就是跟著憲榮老師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如果你今天做一檔GIS 大概賺個2萬多 對不對 如果你兩檔都做 一個2萬多 一個2萬塊左右 你今天可能就幫自己加薪 4萬塊左右 會賺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憲榮老師 為什麼再三跟他強調 現在最好的操作策略 現股當衝 盤中 你板手都沒有關係 有賺就走 對不對 盤後你保持空手了 這地方 又能夠發揮 巨砂城塔效應之下 持續的來累積財富 對不對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真的憲榮老師 今天就做這兩檔股票嗎 會不會用騙的 我知道你可能會聽過 很多投顧老師怎麼騙 有些投顧老師可能 哇爆股票 爆了幾十檔 只講準的那一兩檔 有些投顧老師 可能這地方會員 分了好多好多組 對不對 上電視表演的股票 怎麼跟你參加的那一組 都不一樣 我只能夠跟大家說 別人怎麼做我不知道 但憲榮老師一直堅持 不說謊不騙人 絕不與主力掛鉤 只求緣分到了 一起來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所以呢 所以我給大家 不可能保證你每天都賺 但是我給大家 百分之百的三大誠信保證 第一個保證 保證每個會員 收到的快打當充股 絕對都是相同股票 第二個保證 保證每天最多 就兩檔股票給你 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去設飛標 第三個保證 如果節目當中秀的快打當充股 跟會員受到的不同 老師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要給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誠信保證 讓你能夠無後顧之憂 讓你能夠放心的加入 讓你這地方 能夠跟著憲榮老師 一起來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啊 好 那接下來的行情 我們繼續來看下去 那大盤指數 我還記得上個禮拜 10月29號 殺到9400點附近的時候 我們就跟大家提到過 量的趨勢在轉強 外資指數近多頭部位 有700多億 股票也終止連四賣了 指標未破前滴 低檔貝林訊號出現 所以看起來 哇大盤在破底 好像很弱 但是我說價量籌碼指標來看 急殺過後 再度醞釀反彈了 那9400真的有沒有反彈 有啊一口氣彈了500點左右 彈到這禮拜 應該講上禮拜五 指數那天拉高漲60幾點 已經來到9906點了 我有沒有特別提醒大家 那這裡K線連四紅 開始遇到月線反壓了 反彈還沒有轉弱跡象 但是這個禮拜 會先在月線附近做一個震盪 對不對 所以昨天指數 這個拉回小跌個十幾點 今天再度的拉回 盤中一度跌106點 收盤跌64點 目前大盤指數的部分 都符合憲榮老師 技術分析的規劃跟預測 當然接下來的行情 很多人都在觀察 美國這地方其中選舉 國會的大選會怎麼樣 會不會造成美股的劇烈震盪 我只要提醒兩點 第一個外資這兩天 旗指的部分 選擇權的部分 都有逢高在稍微做調節 但是整個指數的近多頭部位 來做計算的話 其指家選擇權 大概還有700多億 目前來看 這對多方 抽馬面對多方 還是稍微比較有利一點 但是量的部分 這兩天 昨天量說到1000億 今天1100億 接下來如果說 拉回過後 要再攻到1萬點 來挑戰的話 要挑戰萬點的話 那這個量 目前來看稍微不足 必須要再放大 來到多少 多方攻擊量 1300億 這指數才有機會 繼續往上來做攻擊 這是大盤指數的部分 簡單給大家做一個提醒 但是重點不在指數 其實我上禮拜五 要提醒大家的重點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我提醒大家 當指數開始這地方 遇到月線 會做一個震盪的時候 你要注意 剛開始反彈 什麼股票多多少少都會彈 但再來不一樣 各股強弱不一 大戶出貨的股票 要小心步步為營 因為很多股票 當指數反彈結束 當大戶又在出貨之後 又會怎樣 急速下跌 是不是這樣的狀況 好 我們就來看 上禮拜五 剛剛提醒的是 3443的創意 對不對 當利多見報 第三季營收創新高 第四季還繼續暢旺的時候 我們提醒大家 早盤看似大單 敲禁買盤強勁 但是有大戶在 拉高出貨的吉祥 好講完 那天還有227塊 結果呢 結果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的創意 殺到跌停下來 上禮拜五 11月2號221.5 昨天跌停 剩下199.5 今天繼續下跌 又跌了11塊半不見 你有沒有發現 從222 227 上禮拜五的收盤 到今天 居然已經跌了多少 跌了30幾塊不見 對不對 好再來看 不只創意 那昨天也跟大家提醒 6153的加聯利 當最近利多頻傳 總經理說 最近三年警惕 非常樂觀 對不對 報紙說 這個觀音新廠來加持 夏季不看淡 昨天最新的新聞是告訴大家 蘋果新產品在連發了 所以整個蘋果供應鏈 你的PCB供應鏈 加聯利就被點名 這做PCB的 因此而吃香 好 那利多見報 大家都在搶買的時候 我們特別提醒大家 看似大單敲進 買盤強勁 但是有大戶 又在拉高出貨了 所以昨天我也跟他講 做個短空 做個先慢 對不對 那結果咧 昨天我們小賺 今天股價 這個地方殺下來 又打到跌停下去了 重點我不是要跟你 強調賺多少 當然也很多會員在問 老師你最近點名 有大戶出貨的股票 股價就算當天沒跌 後面過兩天就跌了 那可不可以這地方多放幾天 蠻多人也在問的 我只說 最重要一個原則 第一個當然你資金夠 第二個 最重要的原則在哪裡 最重要是在 如果那天股價收盤 是當天我們操作 比如說昨天加聯儀先賣 在我們成本以下有小賺 或是那天我們做創意 有小賺 有賺的股票 代表我們看對了 你要留著可以 如果沒有賺的股票 甚至拉上去 這地方看錯了 絕對不可以熬單 因為那代表 這背後大戶的走 這個作手的一個做法 可能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那就千萬不能熬單 這是一個原則 好 那重點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有沒有看到 昨天提醒 那加聯儀有大戶出貨 今天股價就殺到第一庭 對不對 這就我再三跟大家提醒的 你要很小心啊 這個階段 指數開始談到這個段落之後 有大戶出貨的股票 隨時又有可能重挫下來 就算指數沒什麼跌 一樣 還有這個地方充滿了風險 對不對 那你說那憲榮老師怎麼知道 這個加聯儀有大戶在出貨 這創意有大戶在做出貨 這個部分想學的再提醒一次 憲榮老師每個禮拜 會在奇品操盤團隊的網站上面 有一個會員專區 裡頭有一個這個會員專屬的 實戰教學影音 憲榮老師每個禮拜 會錄製兩次的會員專屬實戰教學 像昨天11月5號 最新的教學內容是什麼 就是在教大家 怎麼樣運用技術分析 去看懂大戶常用的 出貨手法當中的 利用利多來做出貨 什麼訊號出現 知道大戶在利用利多出貨 什麼訊號出現 知道大戶在拉高出貨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利用這些方法 來做當衝的選股跟出手的時機 我們用實戰的範例來做探討 這最新的實戰教學 想看的這禮拜都可以收看得到 那我只強調這些 不是說要賺會員的錢 我沒有額外跟會員朋友多收一毛 我只是希望會員朋友 加入我們極品操盤團隊 不但享受到的是市場上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而且能夠在憲榮老師 用心的分享我過去 20年的心得之下 有朝一日我希望你學會這些東西 都能夠成為操盤高手 那才是我最大的信任 好 那回來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盤你真的要很小心 指數就算在這裡震盪 還是有很多個股大戶出完貨之後 一旦急殺就開始急速下跌 所以我會再三強調 這裡買股票爆波段風險真的很大 尤其長空危機還沒有化解 那長空危機我也講過很多次 它變成一個震盪向下的方式 每次急跌個三五天 就是來做反彈 彈完又要開始再跌 你覺得談起來沒事了 又埋下去 可能又要再度的受傷 就這樣反反復復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跟大家再三強調 沒有把握寧可多爆點現金 等待機會拼大的 短線快打當中作戰 快進快出累積財富 才是這個階段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賺錢方法 你盤中甚至保持滿手都沒有關係 你說美國其中選舉 對我們會不會有影響 如果你們爆了一堆股票 你當然很擔心 可是你盤中滿手 盤後跟著老師都是保持空手的 所以美國股市這地方 接下來會大漲 還是會大跌 美國選舉有什麼樣影響 跟我來講完全沒有在意 對不對 快進快出 受到大盤趨勢影響低 風險低 你盤後都保持空手了 自然不會說買了一堆股票 越套越深 越賠越多 長期套勞 也不會說放空了 被主力鎖定 給嘎空嘎上去 對不對 操作靈活可以隨時先買 也可以隨時先賣 錢又放在別的地方 可以升更多利息回來 自信靈活運用 生活品質顧得好 早上賺了錢 下午喝個下午茶 對不對 晚上這地方 睡覺又睡得飽飽的 重點是天天都能夠去掌握 賺錢的機會 這就是我說 為什麼要執行快打當衝 最重要的原因 那你說 就是不知道怎麼衝 沒關係 所以說憲榮老師 為什麼要幫助你 我每天就提供大家 最多兩檔股票 來做快打當衝 依據盤式的結構 告訴你該先買還是先賣 進場價位 預設停損點 獲利目標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說沒有時間看 沒關係 老師到價都會簡訊提醒你 對不對 幫你盯盤 貸進 絕對當天貸出 絕對不會說 賺了叫你出掉 賠了叫你凹單 絕對不會 就像今天 我們就這樣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早上GIS 發現轉弱訊號出現 設價103塊半以上先賣 對不對 尾盤掉下來 101塊買回來 賺個這地方 2塊半的價差 做個10張 2萬5 當衝上班族 一天賺起來 對不對 今天如果跟著我做兩檔股票 聯發科 早上233以上 做一個先賣 對不對 尾盤掉下來 這地方 這個翻黑229 把他買回來 對不對 獲利入貸 各位投資者 這又賺了多少 一張 這個4塊錢的價差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做5張 又2萬塊了 對不對 今天兩檔都做的 有機會幫自己 加個4萬塊的薪水 一天當衝上班族 就賺起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會再三強調 為什麼這個階段 快打當衝 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賺錢方法 從6月份 我就提醒大家 波段部位 請保持空手 對不對 快進快出來累積財富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7月份 16勝4敗 累積報酬率22% 8月份 是4勝7負 累積報酬率14.7% 9月份 13勝4負 累積報酬率30.6% 10月份 9勝5負 累積報酬率有10.5% 對不對 每個月你會發現到 就這樣子操作下來 只要方法正確 幫自己一個月 加薪個10萬塊以上 絕對不是不可能的夢想 那為了要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也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成績 能夠利用快打當衝作戰 來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質 所以呢 這個禮拜 剛好碰到最近很狂熱的 111雙11購物節 我們特別也幫大家推出一個 只要1111的一個活動 讓大家用最低的門檻來找我們 現在這地方 特別來給大家一個機會 休息時間 歡迎來找我們 第二階段馬上再回來 謝謝大家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裝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彪火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頭顧APP 或電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群出現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好 自從現榮老師 推出了快打當衝作戰計畫之後 現在很多投資朋友都來做詢問 那其中有投資朋友問說 哎呀 很認同現榮老師所說的 現在真的買股票爆波段好危險喔 當衝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可是有人問說 那自己適合當衝嗎 沒有試過當衝 適不適合呢 這個部分我會這麼說 到底什麼人才適合 快打當衝作戰計畫 很多人都覺得 當衝一定都是菜籃族做的 早上做個股票 對不對 賺到一點錢 晚上可以去煮好料 問題出展 當然一般的所謂的菜籃族 婆婆媽媽們 時間比較多 適合當衝沒有錯 可是你要用對方法 用不對 很多人是看到股價 哇 大單敲進在追 就追就搶 這樣子能賺錢嗎 就像今天GIS 找盤大單集拉 去追尾盤殺下來 現買現賠 對不對 就像今天聯發科 找盤大單敲進 去追去買 現買現賠 對不對 用錯方法 你一樣賠錢 這種我還是說 其實婆婆媽媽們 你需要做當衝沒有錯 但是你更需要一個專業的團隊 來幫你 那至於上班族 很多人說 那我沒有時間看盤怎麼辦 其實上班族更需要 現股當衝作戰 因為這個老闆不幫你加薪 怎麼辦呢 什麼都越來越貴 只有靠當衝 快打當衝 來幫自己加薪嘛 對不對 那沒有時間看盤 沒有關係 現榮老師 我也不會叫你一天做個幾十趟 對不對 我就每天鎖定 一千多檔股票裡頭 最有把握的一到兩檔股票 來做出手 對不對 今天也就兩趟而已 一趟GIS 早盤先賣 尾盤買回來 一趟這個聯發科 早盤先賣 尾盤買回來 就這樣子又賺起來了 對不對 就這樣子又賺起來了 對不對 有一個好的老師來幫你 你不需要這地方 自己去盯盤 就能夠幫自己 好好的利用當衝作戰計畫 幫自己加薪水 好 那再來看到 如果說你退休了 那還需要做當衝 當然如果說你的退休金很優渥 哇已經有幾千萬了 那你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吧 可是如果沒有 你可能手上這幾百萬 哎呀又怕這地方 不敢花得太兇 不小心不夠花了怎麼辦 又想說這地方 這個東省一點西省一點 這個還想留一些給子女怎麼辦 那退休生活過的這地方 就比較辛苦了一點 所以說這地方快打當衝作戰 讓你能夠這地方 利用快打當衝的方式 一樣幫自己多創造一份收入進來 是不是就能夠在退休之後 一起來享受品味人生呢 退休族 其實我的很多會員朋友 也都是在退休之後 跟著我一起採用當衝的方式 持續來做賺錢 那至於說錢不多怎麼辦 記得當衝免本金 本小力大 那你錢很多 用錢滾錢 永遠不嫌多啊 所以我說其實當衝都很好 都很適合 只是你需要我們的幫忙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加入 憲榮老師 親自帶領的幾品操盤團隊 過去這幾個月 我一直提醒大家 在這裡 波段不韋 等待機會再來拼大的 快打當衝來累積財富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 你看到這樣子 有賺有賠喔 不是說每天都能夠幫你賺錢 可是就是這樣子每天累積下來 贏虧相抵 賺的扣掉賠錢之後 每個月投資報酬率累計 平均少的10% 多的30% 代表一件事情 你只要用對方法 或者是跟對老師 每個月要幫自己 加薪個10萬塊以上 讓自己過更好的生活 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絕對不是夢想 那為了要幫助更多投資朋友 像最近我們的創意 我們的GIS 我們的聯發哥 能夠這樣賺錢 特別幫大家推出一個 111購物節 只要111的活動 想把我的投資朋友 趕快來點指名加入 我們的極品操盤團隊 一起來征服股海 共創雙贏 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